各位起民陶家 媒體的朋友 我其實不預期這樣的場面 也不喜歡這個場面 我希望贏 但是選舉的結果出來了 新北市民做了決定 我尊重這個決定 所以我向侯友宜先生至上祝賀 不過選舉的結果是一時的 重要的是新北市的未來 和新北市民的照顧 我希望新北市民能得到更大的照顧 新北市有更好的未來 從參選以來七個多月 我非常感謝 新北市民給我非常大的溫暖 他們沒有忘記我 我拼盡全力 雖然結果不如意氣 但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很溫暖的一段旅程 今天這個選舉的結果 民進黨 碰上 碰上重大 碰上重大的挫敗 又重新站起來 又重新站起來 我希望 民進黨 一定要 好好的檢討好好的檢討 檢討這個失敗 好好的 改正 從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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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我非常的感謝這個過程 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包括我們主委所有的督導黨公子 所有的幹部和市民陶吉給我非常多的幫忙 我非常感謝深深自謝 沿路來對我幫忙這麼多 市民陶吉給我支持這麼多 非常感謝 我沒有因為這個挫敗 而有任何的失智 我依然堅持 我依然會努力 而我特別從這一次參選以來 特別感動整個參選 競選辦公室競選團隊的年輕夥伴們 我要請他們上來和我們大家站在一起 謝謝 來 站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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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前面 站過來 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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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邊的 來 年輕的 站過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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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這一群年輕的夥伴們 他們有的剛剛離開學校 第一次出社會 第一個工作 就來這麼重要的競選總部 擔綱這麼重要的工作 我原本希望帶著他們 給他們更大的舞台 讓他們能在市政上展現長才 但是 沒講到 選舉的結果 讓他們嘗到 挫敗 我對他們深深感到 不好意思 這群年輕人 他們的 對社會 對台灣 他們都有非常美好的想像 他們的創意 能力 也讓這一次的選舉 讓各界經驗 各界肯定 我相信 也許他們不一定走從政這條路 但是 他們 卻 能夠 因為有這一次選舉的經驗 他們未來 無論在哪一個角落 在各行各業 我相信 這群年輕人 這群朋友 他們一定會 一盞長彩 花光 花熱 所以我 非常 高興 看到 年輕 希望 看到台灣 繼續衝的力量 所以 我也希望 各界 給他們好好的加油 讓他們能夠 更有機會 表現得更好 也告訴他們 你們 不要放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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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我要 向線上的朋友 向各界 說 我 堅信台灣價值 讓我們一起加油 讓我們繼續衝 謝謝大家 來 站到我來 來 年輕人 小編 都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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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你們都 這麼客氣 站這麼後面 來 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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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 我們的年輕人 來 出來 真的嗎 出來 來 阿公 來 過來 來 來 你看 都這麼年輕 來 不用擦眼淚 這個是 非常 有希望 我們大家 一起 你看 這點年輕人 就是這一次參選以來 各界都對他們 有很大的 耳樂 很大的 非常的 肯定 我從他們身上 看到台灣 一帶一帶 希望 希望大家 再一次給他們加油 黑貝 你有什麼話要講嗎 來 來 你代表大家要講幾句話 來 雖然 只有參與短短的 選戰時間 但我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們蘇院長他給我們機會 在這個選戰中 我真的看到了很多的創意 看到了 其實院長他真的比年輕人都還年輕人 的創意 他讓每個人發展自己的長才 雖然我過去曾經是個記者 他也讓我去嘗試 玩直播 讓我 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非常非常的喜愛這個院長 但我也相信 剛剛院長講的那一番話 他希望我們可以在 其他的地方一掌長才 我相信我們會 我們會帶著 蘇貞昌 他的衝 繼續 跟著我們的 新北市 跟著我們台灣 往前衝 謝謝院長 館長 你要不要講幾句話 館長 你要不要講幾句話 來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 蘇貞昌 他永遠 他永遠不吝啬 給所有 有能力 有想法 想要為大家付出的人 的舞台 我想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大家可能看到 從媒體報章雜誌 或是從我們的直播上面 只看到說 我們好像在 鏡頭前面的 這樣子的 意氣風發 但更多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 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就為了讓新北市 真的能夠更新更好 而我們真的是 這麼相信 我們真的有 這樣的一個能力 讓新北市更新更好 那雖然這一次我們 小小的失敗 但我想 這個都是我們非常 寶貴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個經驗 我們在現場 我們這麼多的年輕人 跟著我們的院長 衝了這段時間 接下來我們還會繼續的 向前衝 也請大家 敬請期待我們這些年輕人 衝出台灣 未來的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院長給我這一次的機會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與到選舉的行列 那院長很百分之百的全力的支持給我們 不管是在設計方面 或者是在各個活動上面 都給我們全力的支持 然後 雖然這只是一個 一段過程的其中一個失敗 但是我們會再 再起 再全力的衝刺 再繼續衝衝衝 謝謝 謝謝 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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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不用給大家感謝一下 你怎麼說 啊 我先把所有女兒給你放手 幫我 你再跟一個 但我還是要承諾 我在競選場合中 說 蘇院長如果沒有上 我將辭去 新北市主委 我必一定會辭去新北市主委 不是 一定要 但也很感謝這次新北市的所有市民 那麼給我們民進黨 也給蘇院長這麼多的加油跟打氣 雖然輸了 但是我們一定會記取教訓 我希望我們自己民進黨也要檢討 為什麼全台灣會輸得這麼慘 是不是不符合民意 那你就要符合民意 民意希望什麼你就要去做什麼 我要感謝我們所有新北市的市民 謝謝你們這選舉以來對我們的支持 謝謝你們 加油 謝謝所有的黨公子 感謝各位督導 這一陣讓你們很辛苦 謝謝大家付出幫忙 感謝 小鴻 你有要說幾句嗎 你要不要再講 這才二十幾歲 你有要說幾句嗎 謝謝院長給我那麼多機會 我是負責臉書還有長背圖 大家早安 實際上已經很晚了 院長是電話給 那我們會帶著民主和進步價值的火種 繼續走下去 謝謝 謝謝 我原本是希望給這些年輕人 四年 原本希望給他們更大的舞台 我原本希望用他們的創意能力 讓新北更精彩 但今天 到這裡是個段落 這是我 跟他們說對不起的方式 那我也 借這個機會再一次 帶領著整個團隊 跟所有的新北市民 謝謝 謝謝你們給我這一段期間的溫暖 和給全體團隊同仁的溫暖 我們沒有讓支持者達成希望 我特別給大家說對不起 那也希望大家繼續給年輕人機會 給我們的黨機會 我們應該更努力 我們在這裡鞠躬敬禮 謝謝大家 希望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讓我們繼續兇 謝謝大家 我們會檢討 我們會反省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對不對 我們會更加努力 對不對 台灣加油 蘇貞昌加油 慢慢的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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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